村长家门口被人挂了只鳖 他以为是有人骂他 直接就把鳖断了吃了 本期里搁带电影惹是生非 近几日大王庄举办了首届 十新闻名户的活动 村长王承安 备受电视台和父老乡亲们的关注 可他的心里却是愁绪如麻 因为某天他的家门口 被不知道谁给挂了只王八 这让他老婆大凤发现了 大凤觉得在门口挂鳖 这不是明摆着 要骂他是为村长的老公吗 气得他当场 就想把这鳖给丢到茅侧 但被王朝安给拦住了 他觉得自己两袖清风的 何必怕小人在背后指责吗 他偏偏就不信这个邪了 他想让全村人都知道 哪怕受到小人背后的暗马 他的宰相杜脸能撑传 于是王朝安当即就要大凤 把这鳖炖了吃了 要说这王八肉的味道 还真算上是上乘 王朝安吃了那小一个不亦乐乎 不过这肉到嘴边 他又觉得有些纳闷 如果是有人存心要骂自己的话 在门口画上一只鳖不就行了吗 怎么还非得买只 一百多块钱一斤的真鳖呢 这又显得有点得不偿失了 顺着这个思路 王朝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开始认为 是有人故意想给他送礼 以便办事 大风一听也想起来了 当时村上的养鳖大户马牛 想扩建鳖场 不过当时王朝安没同意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还真有可能是这小子想行贿 王朝安一听 也觉得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再加上最近村里 还在严打干部作风问题 吓到他当即就打算 趁隔天天天色一亮 就立马到马牛家里去问个清楚 防止到时让人给逮着辫子 落得个陌有的贪官污名 不过第二天 王朝安一临时被叫到镇上开会 他就只能叫大风 先去马牛家试探试探 他到了之后 表面上跟马牛夫妇 辣家常 其实呢是想探探口风 不过这一聊不要紧 聊到憋这个话题上 马牛老婆就误以为大风 是为扩建憋场一时来的 暗示自己得向他们行贿呢 就连忙叫马牛到池子里 唠了只憋 叫他去给王朝安家送去 马牛虽然人憨厚的也不傻 他也懂得若是有事相求 多少得包个红包这个道理 但他没料到的是 刚进王朝安家 就正巧碰上了镇里纪委办的前主任 他是来找王朝安谈试的 同时人家也是专门查处干部作风的 给马牛试个胆子 他也不敢当前主任的面 向王朝安行贿呀 于是他便悄悄的 把装着憋的袋子 给放在桌子上了 他本以为这样能躲过前主任的眼睛 却反而弄巧成拙 他忽略了憋是活物 我还没有想到 他竟会钻进了前主任的公文包里 结果就阴差阳错的 导致前主任 勿将只是憋认为 是王朝安送给他的 这可彻底把他惹火了 要知道 村长向自己堂堂一个 纪委主任行贿 这要传出去 可还得了 不过作为生气的 还要当是王朝安 他简直就是白口莫辩 但当着前主任面 他又不好发作 也只能吃了个哑巴亏 事后王朝安和大风都觉得 这是闹的 第一只挂门上的憋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现在又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第二只 感情自己驾驶 这辈子和王八过不去了呀 两天后 王朝安的一个老同学 留守村府麦穗 私底下找上了他 他是为了敬老星一世而来的 因为最近村里在举办 石星文明户活动 又恰逢赶上 他和婆婆闹矛盾的时候 村里人尽皆知 导致王朝安一气之下 就把他家石星中的 一颗敬老星给摘了 因此 他这次来 是向王朝安求情的 否则 让他那个在外无功的 孝子丈夫 回来听说敬老星被摘后 非得跟自己闹个翻天不可 但麦穗也知道 王朝安这倔脾气 肯定不同意 他便想着将激秀记 谎称记知道 那个挂鳖的人究竟是谁 好一起来要挟王朝安 重新挂回敬老星 王朝安一听到 有挂鳖人的线索 瞬间就急坏了头 不过奈何麦穗 始终不肯说出真相 王朝安也只好对他献殷勤 又是帮他担水 又是做农活的 麦穗见他这样 便还想着再吊掉他的胃口 折腾了半天 也没套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来 他奇迹败坏之下 便往自己的衣服上倒了点酒 打算来个杀手锏 倒完酒后 他立马就装作醉醺醺的样子 跑来了麦穗家 还往他的炕上躺 说什么也不走 打算通过耍无赖的方式 逼迫麦穗 说出挂别人的身份 可这本来就是麦穗自己 胡揍乱棒的 他怎么可能知道事情真相 情急之下 他也只好倒出了 欺骗他的事实 整得王朝安一时半会 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就在这时麦穗的老公杨玉突然回来了 他看见着孤男寡女躺在床上 瞬间就来了脾气 不由分说的就删了麦穗一巴掌 还嚷着跑着 要把王朝安这个老王给打死 村里人听到动静 全都赶来劝架 最终前主人的一番调解下 麦穗才不情不愿的向杨玉 把整件事情为了道来 杨玉听完后 当即就苦着脸说出了真相 原来挂别的人就是他 当时他去了马牛的鳖场里 偷了只鳖 正打算回去笑声他的母亲 结果路过王朝安家的时候 一时想搭号 就顺手挂在他家门口 这才引发了这场令人 啼笑皆非的闹剧 王朝安听见 原来把自己害惨了的真凶就是他 气到他当即就提着鞋 要收拾杨玉 两人跑得跑 其他人缺架的缺架 最后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得很开心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这场尴尬的闹剧 也就此搞下段落 两袖清风 怎具闲话四起 行得正坐得端 深正不怕影子歪 门头挂边是正骂还是行贿 这件事对于大王庄来说 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奇闻异事 对于王朝安来说 是关乎他头上 无纱帽的去留之争 对于我来说 倒是看见了 从这件事背后应称出的 一个无比和睦的 相间伶俐 那么今天到这啦 我是黎哥 原作灯展 照亮你心